京华风云录 卷四 血色京基 作者 京夫子 播讲 夏秋年 第32章 天下水 武汉的好 全国各行各业实施军管 特别是铁路航运交通实施军管后 混乱状况稍有缓和 却又因此引发出更大的危机 国家机器的最后支柱 500万人民解放军 也被卷进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 270万军人投入军管工作 但又不是全面接管各级政权 毛泽东规定 在新生的红色政权 革命委员会里实行三三制 军队代表 群众组织代表 革命领导干部代表 各占三分之一 叫做革命的三结合 这一来 原以为夺权到手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 与军人之间产生了权力再分配的尖锐矛盾 于是 全国各地又掀起新一轮冲击军事机关的狂潮 军人岂是吃素的 纷纷暗中支持所在地方的保守派群众组织 去与造反派抗衡 更有不少省市的军区 军分区 支持保守派 而驻扎当地的野战军却支持造反派 而且都私下里发给枪支武器 全国武斗 真枪实弹 由此升级 位于长江中游的水路交通枢纽 工业重镇武汉市 成为全国武斗规模最大 战况最激烈的城市 武汉三镇有个工人造反联合总部 简称工人总部 由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部分工厂工人组成 夺了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权 其代表人物多次上北京 获得中央文革 江青 谢富智 王立 七本宇等的接见支持 于是越加有恃无恐 认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在道 政委中汉华是湖北省委走资派的保护伞 军区大院是走资派的避风港 进而组织人马围攻军区大院 要求把躲在里面的走资派交出 目的不能达到 全市大街小巷便贴满了打倒陈在道 打倒中汉华的大标语 陈在道中汉华兵权在手 其肯示弱 他们任由下属们暗中联系成立了一个观点保守的群众组织 武汉地区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 简称百万雄师 其成员大多为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 产业工人 城市民兵 工检法干部 人民武装部干部 实为一个庞大的准军事化组织 百万雄师游行示威时 更有湖北省军区武汉军区的官兵们参加 其威武雄壮 声势浩大 可想而知 四月间 陈在道以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名义 下令解散工人总部 并逮捕了多名造反派头目 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工人总部立即做出激烈反抗 事与百万雄师血战到底 不打倒陈在道中汉华 绝不罢休 天上九头鸟 地下湖北老 湖北民风 自来性情刚烈 彪悍好斗 工人总部一派以工厂自制的武器弹药 与百万雄师一派展开大规模武斗 演出街头碟穴大剧 工人总部打不过百万雄师 紧急向中央文革求救 中央文革会同中央军委 把两派头头加上陈在道 中汉华等人 召到北京开座谈会 要求两派停止武斗 实现革命大联合 江青 谢富志 王立等并指出 中央文革是支持工人总部的 工人总部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武汉军区在知左工作中出了偏差 两派代表返回武汉 没有实现联合 继续真刀真枪的开打 陈在道 中汉华对中央文革 制一派 压一派 越加反感 一时间 武汉市成为全国武斗死伤人数最多的城市 工人总部一派街头对垒 处于劣势 宣传攻势却十分凌厉 打倒吴老谭 解放全中原 脚子陈在道 人民哈哈笑之类的标语口号 贴满江边 码头 此处说明一下 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 谭振林成为全中国造反派的众矢之地 这里所说的吴老谭应是指武汉的谭振林 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 武汉三镇焦阳似火 酷热难当 昔日繁华的中山大道现在展开接累战 双方勇士们架起轻重机枪 从沙袋堆成的掩体后面向对方射击 吐出条条火蛇 机枪手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或工人民兵 随后又在汉阳闸钢厂 华中工学院 武汉水电学院 汉口友谊街 武昌航运学校等地爆发激战 据统计 单是1967年上半年 武汉地区就发生武斗事件三百多起 一千六百多人被打死 两千多人重伤 一万五千多人轻伤 激战之时 红卫兵小将们写下许多壮烈诗篇 抒发他们为保卫中央文革 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赴汤蹈火 英勇战斗的青春激情和大无畏金怀 自录下当年曾经广为流传的两手 献给战友 请松一松手 松一松手啊 把你手中这本毛主席语录 交给我吧 亲爱的战友 朝着北方 捂住流血的胸口 你英勇地倒下了 我的战友 红卫兵的战旗 是你青春的热血浸透 刽子手的刺刀 插进了你的咽喉 白色的花圈 摆满了你倒下的街头 你亲爱的妈妈 一滴眼泪都没有 她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昂起头颅迎着朝霞 和我们手挽手 走在了最前头 让走资派刽子手们发抖吧 为彻底埋葬风之休 我们万众一心 投入最后的战斗 让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永照我神舟 永照我神舟 放开我 妈妈 放开我 敬爱的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有我们的队伍 暴徒的刺刀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梁泥南的乳艳 终日徘徊在低矮的屋檐下 要做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静雨的冲刷 二十年前 爸爸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 今天哥哥又高举 造反有理的大旗 在烟红的血泊中冲刷 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年轻的生命 迸发出万丈光滑 想一想吧 妈妈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应该干些啥 造反派从来不向 保皇军的枪口低头 顶天立地的英雄 从来不怕镇压和屠杀 等着胜利的捷报吧 妈妈 总有一天 我们会相聚在胜利的红旗下 不彻底砸烂旧世界 不扫除一切害人虫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而视作千秋雄鬼 死不还家 七月上旬 北京进入腐蜀天气 往年这个时候 毛泽东不是去了北戴河 大连傍锤岛 山东青岛 就是上了庐山 到那些清凉世界度下去了 今年却仍然滞留北京 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 毛泽东忽然提出 到长江游泳去 周恩来立即劝说 主席还是就近休息 密云水库 北戴河都不错 毛泽东说 天下的水 武汉的好啊 我先到武汉游长江 再到长沙游湘江 林彪 江青 杨成武等人也加入劝说 林彪说 武汉局势不稳 两派武斗激烈 主席没有安全保障 江青说 陈载道一边倒 支持保守组织百万雄狮 镇压造反组织工人总部 和中央文革对着干 这种时候 你怎么能到武汉去 杨成武说 现在红卫兵继续串联 造反派上京告状 到处爬火车 成百上千的建车就爬 主席的专列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毛泽东忽然问 恩来你前天说 四川有五万人拦火车 要到北京来请愿 要求打倒李景全 廖志高 后来怎么样了 周恩来说 谢福智王力带韩爱京 谭后兰去了云南 我要求他们立刻赶到成都去劝阻 左派对左派 交易沟通 昨晚上谢福智同志有电话 只要把李景全送回去 成都的五万人就不来北京了 毛泽东说 很好 四川有产业军对红灶连 云南有工资部队对颠宝军 广西有连指对422 湖南有湘江风雷对省无连 湖北有工人总部队百万雄狮 河南有二级公社对黄河纵队 各省两派对峙 都打我的牌子 周恩来说 各省都停工停产 打派仗 无视中央要求 实现革命大联合 毛泽东不由分说 恩来你替我通知谢福智 王力还有韩爱京 谭后兰他们到武汉去会我 杨成武汪东兴跟我走 基本与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 周恩来见劝阻不了 指的说 那就带上海军政委李作鹏 空军政委余力金吧 杨成武做主席和我之间的联络员 全责主席此行的安全 杨成武说 是 全力以赴 毛泽东笑说 陆海空齐上阵 再来一次五千剑儿游长江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周恩来和林彪江青商量几句什么 之后说我替主席去打个前站吧 先找武汉两大派头头 武汉军区陈在道 中汉华他们座谈 做工作 停止派仗 实现大联合 再请主席游长江 碰头会成员们一致同意周总理去武汉打前站 这种时刻也只有周总理能在造反派 保守派军队干部之间周旋的来了 7月13日深夜周恩来乘专机夜航武汉之前 召来代总长杨成武问 主席什么时候启程 杨成武报告 他老人家说走就走 通常只给两小时的准备时间 我已组织一个随行班子 保密电话电台 随时和总理联系 主席点名谢静怡陪去 江青同不同意啊 那么年轻漂亮的女同志 周恩来说 不要管那些 主席诗人气质 江青信任小谢 总比到外面找临时的放心些 你主要负责主席此行的安全 怎么样安排的 杨成武回答 地上水上天上专列舰艇飞机 全时空全方位立体保卫 调派两架子绝 两架一二十四 四架一二十八 配备四架米格八护航兼飞短途 地面准备了三列火车 前驱车主车后卫车 水上已从东海舰队调去一艘护卫舰加几艘快艇 可于明天下午抵达武汉水域待命 必要时封锁长江航道 随行卫队仍是警卫局一中队 虾平 瞧着保驾护航的阵势 比康熙也还牛 周恩来说 很好 以海空为主 机动性强 长征时 就是你帅红四团打先锋 人称你是红军的赵子龙吧 每当有大行动 主席总是想到你 成武啊 武汉这一趟不同往常咯 那里的两大派杀红了眼睛 听说尸体都摆在大街上 扔进长江里 近半年来江边的鱼虾特别肥 我们不要吃 14日凌晨4点 周恩来一行 乘空军专机抵达武汉王家敦机场 只通知了武汉空军副司令员 刘峰接机 驱车到空军司令部时 已是清晨5点 气温35度 异常闷热 周恩来浑身汗湿 随行人员也都汗流加倍 清晨尚且如此 到中午还不身上流油 在空军司令部听取简单汇报 得知连东湖宾馆的服务员 都分成两大派 不收拾房间 天天搞辩论 周恩来仔细询问了各派死伤情况 社会治安 近期天气 长江水文等等 早餐 周恩来只吃了一个盐水煮鸡蛋 随即来到东湖宾馆百花山一号院 1961年 他曾和刘少奇邓小平共住这里 研究撤销全国农村公共食堂 记忆犹新 由于事先没有通知 值班的服务员们正站成两堆 又在激烈辩论 突然看见周总理到了 才住口 周恩来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主动和服务员们一一握手 询问 你是哪一派 你呢 工人总部还是百万雄师 我这个当总理的来了 你们可不可以实现联合 来来 你们站好队 我打拍子 领你们合唱 团结就是力量 好不好 姑娘们见周总理浑身汗淋淋的 还指挥大家唱歌 一时也受感动 随即站成队列 跟着唱起了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唱完歌 有服务员替总理送上湿毛巾 周恩来接过毛巾 擦两把 向姑娘们说 我热 你们也热 你们只顾闹派性 把正常的服务工作都丢下了 这楼里为什么没有冷气 你们哪一派管冷气 一位大概是头头的姑娘 上前一步说 总理 电厂罢工 已经有十几天不送电了 这时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在道上将 政委中汉华中将 匆匆赶来了 陈在道边走边骂 武法县这个王八蛋 把我们当什么了 封锁消息 总理 对不起 我们来迟了 周恩来和陈在道 中汉华握手 武汉天气热 你们火气大咯 先不谈别的 中政委 你们军区大院有没有电 中汉华说 早没电了 只好启动战备柴油机发电 保障司令部作战事 能不能送些过来 我们试过 超负荷 跳闸 军区负责人 加加点蜡烛照明 周恩来说 那你马上派人到发电厂 不管遇上哪一派 告诉他们 我这个当总理的到了武汉 他们不送电 我没法工作 说着 周恩来脱下身上 凝得出水的衬衫 把这个带去 给他们看看 陈在道气鼓鼓的站在一旁 中汉华接过衬衫 看看总理身上的汉背心 也湿的贴在皮肉上 集合陈司令员商量两句 把衬衫交给服务员 我这就派一个连队去 把罢工的人压到生产岗位上去 周恩来严肃的一挥手 不准派部队 只去传我的话就够了 军队不是用来对付工人的 一小时后 周恩来正在会议室 听取军区司令员 副司令员 政委 副政委们的情况汇报 纪要秘书进来报告 电厂军管小组 已经找到两派头头 达成临时协议 立即通知各自的工人师傅上班 检修设备 晚八点前一定恢复生产 保证送电 中午 周恩来接到杨成武代总长 从毛泽东专列上拍来的密电 已经行至河南 晚上九点 可抵武昌 周恩来没想到毛主席来得这样快 顾不上奔波通宵的疲乏 急又赶去毛江要下榻的梅岭一号院 召集两派服务员们做工作 实现联合 收拾房间 打扫院子内外 四周道路 周恩来最担心的是 发电厂能否恢复供电 不然主席身子那么富态 只好留在有冷气的专列上过夜了 毛泽东领着杨成武 李作鹏 于立金 郑维山 汪东兴一行人 乘坐他那列流动的绿色行宫难寻 毛泽东点名北京军区司令员 郑维山随行 是要听听天子脚下的河北省的情况汇报 杨成武奉命把郑维山 领到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的主车厢里 让座之后 毛泽东问 郑司令 你们那个老司令员杨永现在怎么样了 郑维山中将原是北京军区政委兼第一副司令员 杨永被捕后升任司令员 他涉入贺龙的案子 被软禁在三十八军住宝定的一座营房里 听说天天喊冤 拒绝交代问题 毛泽东若有所思 有人要扮贺龙杨永吗 康生他们也很积极 解放军三杨 如今剩下两杨 杨成武杨德志 要是查不出名堂 贺龙杨永还要当中央委员 成武啊 你说说 一个保定 一个石家庄 为什么也叮叮当当 打个没完 杨成武已经习惯了毛泽东的跳跃式思维 跳跃式谈话风格 有人是指林彪 但这绝不能插嘴 主席对自己的接班人 既信任又猜忌防备 保定和石家庄的武斗情况 倒是不难回答 根子在河北省军区和三十八军 我把省军区司令员和三十八军军长 请到京西宾馆 谈了一个通宵 批评他们 省军区和三十八军 都是抗战时期 一一五十的老班底 本事同根生 为什么还要各支持一派 他们答应回去做两派的工作 可回去之后 两派照样武斗不止 毛泽东看着郑维山说 为什么杨总长放屁不香 讲话做不得数 现在是杨总长直接对我负责 郑维山稍作犹豫 陈伯达同志到石家庄保定走了一圈 代表中央文革表态 说省军区支持的一派 才是真正的造反派 另一派意见很大 三十八军也不买账 毛泽东说 书生瞎指挥 秀才打横炮 一个单位分两派 一个学校分两派 一个工厂也分两派 热闹得很咯 杨成武汇报 现在工人忙于打派账 铁路不通 公路不通 航运也大部分停顿了 毛泽东说 不通的反面就是通 不通是暂时的 相对的 通是长远的 绝对的 既对立又统一 就是辩证法 瞎评 实为毛氏诡辩论 郑维山汇报 现在群众组织 抢部队的枪支 到处揪赵永夫式人物 部队不敢开枪自卫 毛泽东瞪一眼 你们紧张什么 什么赵永夫 什么谭振林式人物 大土匪大军阀 让人家骂骂 有什么要紧 郑维山 杨成武 你们也要准备 听听人家的骂骂 杨成武说 群众组织抢夺枪支 还是要制止 毛泽东说 抢点也不要怕 四川重庆 抢去一万发子弹 一下子就打光了 没有子弹 枪支就成了吹火筒 我们打了那么多年的仗 还怕这个 河南有个造反组织 叫做二七公社 你们听过吗 提出用造反派的武装 反对保皇派的武装 还有带枪的流瞪路线 什么是带枪的流瞪路线 杨成武说 是林副主席指示 公检法系统镇压革命左派 称为带枪的流瞪路线 毛泽东不吭声了 难怪全国各地 都有群众组织去冲击公安局 包围占领公安局 郑维山又汇报 河北山西一些地方 请农民进城参加批斗 一天发一块钱做公分补贴 农民很踊跃 愿意干 虾平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毛泽东笑了 当然愿意 农民平时要种地 没有机会进城 一块钱一个工 比人们在地里辛苦一天的收入好 还可以开开眼界 见见世面 杨成武汇报 主席 我看过你们老家湖南长沙一份材料 中央不是发了个中共中央 关于禁止工人下乡武斗的通知吗 中南矿野学院的红小兵小将 就印发了一个中矿中央 关于禁止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也是十条若干款 行文语气都一样 毛泽东哈哈大笑了 中南矿野学院也称中央 红卫兵小将聪明绝顶 敢想敢干 当年我在长沙读师范 也总是想作反和当局捣捣蛋 现在年轻人思想活跃 有一点无政府主义不要紧 不是运动主流 主流还应当乱一阵乱彻底 一年开张 二年发展 三年收场 可以考虑明年开九大 结束运动 车过石家庄 毛泽东弹性正浓 杨成武提议 郑维山司令员不下车 陪主席去武汉 路上继续谈 车过郑州 黄河铁桥上贴满二期公社的 大标语大横幅 毛泽东全无睡意 对杨正二将说 河南二期公社搞文工五位 好啊 晚上九点 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昌 周恩来 余力基 李作鹏 以及刚从成都飞来的谢富志 王立等人在车站迎接 毛泽东下车后 没有发现陈载道中汉华 想必是周恩来没有通知他们 随即让汪东兴派出几名卫士 分成吉普车去汉口汉阳街头 看大字报 把有代表性的文字摘抄些回来参阅 这也是毛泽东做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 汉阳火电厂复工 已于当天下午六点恢复宫殿 毛泽东一行人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院时 室内有了冷气 凉爽宜人 东湖位于武昌东南郊 湖面三十三平方公里 湖与湖街 暗与暗街 大湖套着小湖 大圆套着小圆 曲折回环 港岔交错 尽湖光山色之美 有连云 湖比翼 花瓶梅 柳浮群 画翼更坚诗意 林韵一忧 水凝蔽 山环翠 东湖不让西湖 梅岭是东湖园林内的一座小山包 三面环水 是个半岛地形 因山坡上只满梅树 最是个幽静的去处 曾坐过黎元洪 蒋介石等人的别墅 因而得名 梅岭附近有 行银阁 听涛轩 九女敦 水云香 长天楼 湖光阁 珠碑亭 摩山等名胜 正是碧波万寝 卢笛寒碧 丛林飞翠 山巒土秀 楼阁错额 美景天成了 毛泽东入住梅岭后的头建室 是由新宠谢静怡陪侍着 洗浴更衣 过后 穿一件宽松的长睡袍 出到外间客厅里 见周恩来还领着杨成武 一般人在商量事情 便问 恩来 你们都住哪里呀 周恩来领着大家起立 说 安排好了 成武为山 立金 随我住百花山一号 复制座棚 王立 住百花山二号 房间宽敞 充裕 就是离梅岭 稍远点 毛泽东挥挥手 你们也散了吧 都去休息 睡一大觉 明天下午跟我游长江去 恩来不会水 站在岸边看 周恩来暗自发急 看杨成武一眼 说 主席啊 游长江的事 还是要先做好准备 我和杨总长 今晚上去看地方 探水情 以及安排治安警卫等等 如果明天不行 不妨晚两天 武汉街头两派五斗 还在打枪 毛泽东指着杨成武说 你不是担心沿途有人爬车吗 结果鬼都没见一个 完全是起人心态 加平 起人忧天 杨总忧毛 杨成武陪笑说 主席托你的红服 火车都停驶了 交通中断 加上动员三省驻军沿途封路 主席既已到了武汉 不要急着一两天的 安全问题 要万无一失 毛泽东再又朝大家挥挥手 也好 这次来顺便把湖北问题解决一下 现在是河南大乱 安徽大乱 江西打坐一团 湖南要搞踏平 广西要搞血洗 四川 贵州 云南 也是龙争虎斗 我看湖北情况算轻的 武汉小打小闹 开几枪放炮竹似的 怕什么呢 周恩来等人离开后 毛泽东返回大卧室 支走生活秘书小张 只留下小谢 他躺到床上 撩开睡袍 静怡啊 来看看这四处 火辣辣的 怕是烧当了 不雅得很 谢静怡腰肢款摆 粉嫩的脸蛋红了红 凑进来 用爽身粉替他轻轻扑着 你呀 真是的 见了俺就和一管高射炮似的 打飞机呢 毛主席任其摆弄 嘴里呢 静怡静怡 随遇而起 正闹着 门外搭搭敲响两下 是生活秘书小张的牡丹江口音 报告主席 街上的大字报抄回来了 要不要现在就看看 毛泽东把小谢一放 静怡批我的袍子 武汉动态 去拿进来 我听听 谢静怡批上领袖睡袍 扯块大毛鸡 遮住领袖肚皮下体 再去开一条门缝 接近了几页抄剑 边往回走边念 此剑摘抄自武汉长江大桥 南北桥头堡 打油石两手 桥北的一手是 陈在道 你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斗你 长你的嘴 断你的蹄 看你还保不保双徐 抽你的筋 剥你的皮 看你还反不反毛主席 毛泽东哈哈大笑 揉着鼓秃的肚皮 大字报 打油诗 口语话 生动得很 湖北话徐念作席 谢静怡问 什么是双徐 毛泽东说 徐向前徐海东呀 一个元帅 一个大将 都是陈在道 许室友 他们在红四方面军时的老上级 这些历史你不懂 要学习 下面一手呢 贴在桥南的 谢静怡朗声念道 陈在道 大麻子 张国焘的干儿子 刘少奇的狗腿子 手里握着枪杆子 心里想着鬼点子 嘴里喊着举棋子 实际干着保主子 乱搞护士士痞子 胡吃海喝二溜子 镇压左派动刀子 庇护省委黑班子 王仁重视你小叔子 桃柱是你大舅子 百万熊师是你利爪子 十码九怪坏坯子 毛泽东不笑了 宁神片刻 认真地对谢静怡说 好了 剩下的等会再念 来来 你过来 你刚才的工作没做完 谁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 舆论疑虑 这次运动 人民的自由就大得很 比美国人 法国人 英国人的自由还要多 在他们那里 谁敢贴大字报 骂国家元首 军队司令 他们敢像我们这样放手搞运动 不出三天就垮台 所以我说呀 我们的民主自由 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了 谁都可以骂 骂了打了 抄了砸了 痛快痛快 不会被法庭起诉 谢静怡唇舌华逆 仍扬起脸蛋说 主席 林副主席还是不能骂的 毛泽东按下他的坟井 抚摸着 七八亿人口 保留一两个不准骂的 比例最小吗 有所欧 有所欧